娱乐圈相关80年代的育女掌门人 59岁的艺人方文玲 日前透露她罹患了食道癌 手术治疗成功康复 在今天是她离癌之后的首度露面 但气色好到看不出来 她在三个多月前才刚刚做完抗癌手术 气色红润丝毫看不出三个多月前才刚做完抗癌手术 女性方文玲透露罹患食道癌 幸好在临期发现紧急动手术治疗成功康复 后来我觉得还好我也是没有酒饮的 然后从听到自己身体有问题的时候 我就也滴酒不沾了 抗癌后更加注重健康 方文玲人需要定期追踪 而和她有三十多年交情的二姐江慧 厉害康复也给她鼓励 所以她是过来人 所以她跟我讲说现在医疗你不用担心 那所以我也很庆幸的就是认识二姐 然后她一直把我当亲妹妹的看待一样 然后因为院长的安排 所以一切都非常非常顺利 方文玲离癌后首度露面体力满满 工作行程继续也会出席金钟奖颁奖典礼 她看到受过癌症之苦的江慧 在国庆晚会上付出感动到不行 然后真的是从那个弦乐的整个前奏一出来 我起雞皮疙瘩到我也传讯息给她 我说恭喜姐完成了这一次的歌唱的演出 她说我彩排的时候唱更好 艺人都是这样 一定永远都不会满足 一定会觉得自己可以更好 而风麦九年的江慧这次登上大巨蛋演唱 演出当下出现莲花背景也先起讨论 音乐人许常德说好可怕的背景 没想到因此被网友攻击 就是好不容易做了一个这个决定来付出 其实扛了很大的压力 然后第一场演出的时候 你去把我这个这样的直播的时候 人家跟我突然一句话问我 问我说你感觉怎么样有什么可以更好的 不是讲这样的东西都不能批评是什么意思 江慧方文玲这对好姐妹一起走过抗癌之路 也呼吁大家要照顾健康 这张旋路播冲 泰伯导